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面已经跟诸位报告过了 这个最后一句 臣一切善法 还是要讲一讲 三十七道品 前面的三科 是我们修学的根本 无论是大臣小臣 显言教密教 宗门教下 都不能够违背这个原则 这个可以说是 佛法 教导的 基础 根本法 第一个科目呢 是四念处 我们在前面跟诸位介绍过了 四念处是教我们看谱 而四正秦呢 是教我们 断我修下 四神族 是教我们放下 如果不在这上 定定 修行的根基 那么可以说呢 在佛法里面呢 是决定 不能够入门的 我们要常常呢 把这三科 记在心上 认真努力 将它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 这样才能得受用 正秦 有四法 这是 这个四法呢 实在是 善我念别 一经 生的这些卧法 我们要反省 常常反省 已经在造作的 要立刻把它断掉 还没有生的卧法 我们看到别人造物 看到了 我现在还没有造物 要记住 决定不能够生 这是卧法的 两条正经 善法呢 一经生的善法 要让它增长 继续不断努力去做 没有生的善法 要把它生起来 这是善的年条 那么现在断除一切不善法呢 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诗 卧法的两条 断卧的两条 有了效果 一切卧法 就是不善法 统统能断除 后面这一句 成一切善法 这使善法的年条 也能落实了 善法的标准在哪里呢 就是这一部经 这一部经上所说的 就是善悟标准 特别是这个舍山 初学入门 太多了 我们记不住啊 也无从下手啊 所以佛给我们讲这个法门 叫最粗方便 射条 身三口四一三 与这个 失条相应的 这是善法 与这个失条不相应的 是卧法 身造沙道淫 这是卧法 口妄于脸时 这个 其余我口 这是卧法 一贪嗔痴 这是卧法 四正情 最粗方便 就在这个地方用功夫 这叫真的会用功啊 我们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用这个失条标准 来修正 我的 一定要断除 后不再造 善地 要念念增长 到什么时候 成就一切善法呢 那就是 这个经 开端 世尊 教导我们的 昼夜 常念善法 昼夜是不间断的 心里头 真有 实善 也到 常常放在心上 思维善法 这也是昼夜 不断的 思维善法 思想善 我们从早到晚 对人 对死 对无 都要以 善 来相待 以实善 来相待 第三 叫我们呢 昼夜 观察 一切善法 这个观察是奉行 把你的存心 把你的思想 落实在你生活行为当中 你才能成就 一切善法 善法到了 纯真圆满了 这个人就真无上不停 这是究竟圆满的福果 所以 这一步经 看起来是不长 表面上看到 好像不起眼 它非常重要 我们在许多地方 看到佛像 特别是 才华的佛像 佛像 在头部 都有一个圆光 圆是圆满 光是表智慧 智慧里面就包含着福德了 我们赞叹佛 说归一佛二祖罪 这个二就是智慧福德 就近圆满 光代表这个意思 才画了光的上面 我们往往看到有三个字 这三个字 最常见的 有梵文线 也有中文线 在中国大陆上 也看到有藏文线 它的念法是 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十善也到 忍是身三善 阿是口四善 哄是意三善 由此可止 十善也到 从初发心 一直到如来地 就近圆满 然后我们就恍然大悟 佛教我们什么 就是教我们这个事情 我们学佛 怎么个学法呢 也就是学着十善思绪 在佛门里面 大臣小臣 国位有许许多多的差别 差别从哪里来着 你修学十善 程度上不同 而分别成 我们今天学十善 实在讲学得还不像 这个自己认真反省一下 不就知道了吗 不必问人 我心里头有没有实践 齐心动力 还是自私自利 还是想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 我们的心就不善了 这个念 这个心呢 跟十卧相应了 跟十善不相应了 那我们所想的 我们所说的 我们所造的 都是在十卧这边 十善呢 不过是听说而已 听了自己也很欢喜 这就是自己有善根 欢喜为什么不能落实 为什么做不到 这是佛家讲的 业障深重 注意定要晓得 业障麻烦啊 业是造作 奇心动念 思想 这叫业 因为我们的业不善 我们造作的是十卧业 这说老实话 只是我们十卧业 造的有轻重不同 造的轻点 造的轻点 三三道 造的重点 三五道 我们确实实 我的念头多 善的念头少啊 怎么样能够改变过来 让我们的善念多于物念 我们就有进步了 通常一般人讲的是功夫得力 这要真干嘛 活以 那些身文 研究菩萨们 都很认真努力在干 我们常常疏惑 常常忘掉了 这个忘掉在佛法里叫 失念 把这个善的念头 舍掉 常常失念了 卧系气太重了 这个证实 向地藏经上说 严福提众生 齐心动念 无不施罪 佛说的这些话 不过分 我们自己冷静想一想 就知道了 所以觉悟 从哪里觉悟起 我常常勉励同学们 从放弃自私之力 做起 学佛能不能 其入佛的境界 能不能入佛门 在大乘法里面 入佛门 是什么人 初性位的菩萨 是心里的初心 我们今天没有得到 初性位的菩萨 称得上是个善人 为什么呢 自私自利的念头 没有了 佛在经教里面讲 尽死烦恼 他尽获断了 三界 八十八品尽获断了 这才入门 佛法里就小学一年级 如果我们 把这个 五十个位词 大分 射性位 射性位小学都谈不上 幼稚园 社区是小学 社区是中学 社会像是大学 师弟是研究所 我们这样风发 那我们连幼稚园的小小班 都没有进去 他在门外了 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有什么自以为了不起的 幼稚园小小班的位置 在人家门外听说 不是正式学生 正式的学生 八十八品 见火断尽 见火 头一条 神剑 这个道理 四十真相 我们不能不明白 真正明白了之后 我们的惭愧心 才生得起来 绝对不会再有 公告磨漫 绝对不会再自以为是 想想 比起这个 佛家的修行人 比哪个都比不上 短卧修行人 从这个地方下手 这是根本 根本的根本 我们不在这上用功夫 这一生 必定空苦 入不了门了 幸亏 佛有这个 待业往生的法门 如果没有 待业往生的法门 可以说是 局势之人 一个也不能成就 不管你修哪个法门 你都不会成就 因为你我没有放下 金刚经常说的好 若菩萨 由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既非菩萨 菩萨是学生 粗性位的学生 幼稚园 小小班的学生 他已经把 我像放下了 还指着有个我 还指着有 这是我所有的 你走了 那我们要放 从哪里放进 先放我所有 这叫身外之物 比较容易 身外之物 一切都不指着 绝对不放在心上 这个放下 是将心里头 不再指着 不再分别了 这就真的放下了 世上没有妨碍 所以华言 到最后 跟我们讲的 离世无碍 世世无碍 为什么 世上无碍呢 世是假的 不是真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他哪里会拆生障碍 障碍是分别 执着妄想 这个东西是障碍 你要把妄想 分别执着 放下 然后在一起 四发里面 你才寻缘 你才得自在 功夫要从这个地方用起 那么什么叫一切善法呢 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这个叫一切善法 与世上相应 世上是四 四 这对面 有个礼 礼四包 从礼上去观察 这个无量寿经也交给我们 观法如画 三昧长吉 这经文好吧 妙吉了 观法如画 是般若智慧 食物要断 食善要修 断物修善 都是如幻如画 断物不执着断物 修善不执着修善 那你就不是幼稚园的学生了 你至少已经提升到小学了 中学了 你不是摄性位的菩萨了 你已经到深处摄性了 三昧长吉 永远保持 真诚 清净 平等 这个是楞严经上讲的 常住真心 你的常住真心 常常先前 常住真心 我们人人都有 非常可惜 被业障 拥蔽了 障碍住了 我们的常住真心 透不出来 透出来是忘心 所以断一切物 修一切善 你要不用四真琴 做不到 肯定做不到 一定要用四真琴 四真琴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一切实 一切处 我们念念都要提得起来 念头一起 立刻觉察到 这个念 念 是善 还是我 如果是我 赶快断 施善 要身体 这个里头 特别要注意的 断我修善 都不知足 薄弱经上讲的 都不着相 好 那你这个路子走得纯正 大乘法里面讲 你走的是中道 中道是菩萨道 断我修善 如果有分别 执着在里面 也好 也算不错 那不是菩萨道 有分别 有执着呢 是人天善道 无分别 无执着 是菩萨道 都是一桩思绪 走的道不一样 有分别 没有执着 那是走的 二臣道 比人天道 要高一等 还有分别 决定没有这种 差别在此地 我们不能不知道 所以这一条 它的宗旨 就是教导我们 断我修善 极功累等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